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 到四一心不乱 就身方的犹豫土 这里面有两种修学的方法 一种是真正小乘 小乘武汉皮之佛 或者是群教的菩萨 这些人执着比较深 对什么事情都很执着 他们用的方法呢 用细空观 先是分析 用这个方法 豁然 读了身心世界 都是真实的 用分析的方法 现在科学家 用这个方法分析 把这个物质分析 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分析到最后了 还不知道 如果科学工具再进步 恐怕现在分析认为不能再欢更 将来又会再分出来 这样一分析知道这个物质 它的现象 原来都是组合的 不是真实 金刚经上所讲 一核像 那一核像就是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 所有一切万物 都无知无况 都是这些物质组合的 而成 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 是一个 叫一核像 核就是组合 它用分析的方法 这个样子 正如 就是 其如实相 明了实相 绝如实相 这个方法 他就要笨了 他就要灰了 另外一种聪明人 那这种全校全教菩萨 有一类聪明的 他一听佛说法 不必那么露锁 不必那么分析 他就明了了 他能够体悟 不需要这么防俗地消速 这么麻烦 他能够动体 就不如 那么这种人呢 就叫 提空巧度 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 比前面一位 要巧妙的太多了 运务也快速 那么要用天台四教来比 这个藏通别运 这个藏通别运 更新 一个别个礼 通教更新的人 别藏教礼 别教更新的人 别通教礼 更新 最厉害的 是运教 运教更新的人 一听 一听 他就灵 嗯 十报 五章来通 次第三观正如者 灰 一行三观正如者 经 是灵 这是真实 真实的 暴徒 不像前面 前面叫画头 这是真正的暴徒 那么也叫做 寿宝中年度 此地位的名字叫 五章来通 正是华文经上所讲的经纪 一言四五难 四四五难 这个是大自在 大于暖的经纪 什么人注冬呢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修行的出所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运教 要到粗地菩萨 才对 运教呢 这是粗地菩萨 华文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 那就是 世报五章外图 这个地方的菩萨 最低的地位 就是人家俗路 破一平五年 这么一份法身 才能够 才能够 见到 这个境界 这个比前面 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前面没有建训 这个地方是建训 参加上的明星 现训 在我们进土 说别离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念佛 我 各位也要进 思维一心 神方便有愿意 神方便有愿意 你也先 神十报 装愿意 十报 无当爱图 要怎样到这个地步呢 不需要问 不需要动念头 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水一道 俱成 如果你要问 你要起疑惑 什么样是 理议心 我要念到什么时候 才念到理议心 那我就 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这一生当中 没有指望 为什么要指望呢 因为你还有咋念的 在一心里头 你就根本得不到一心 所以 什么都不必问 我们不要看了 你乡下老太婆 一心到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能人家 倒是一心 倒是一心 不是真的 所以人家往生的时候 可以站着走 坐着走 晓得哪一天走 又不生病 真正功夫 达到这个境界 这是我们千万要记住 所以 逆诀论 就是 我实力 神 无论